今天我们今天去这家名叫玫瑰红的店 这家店众多小学人推荐 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他的大名 这家店专门做烤羊排的 我拿点 不大 勒点 近年突然爆点 一座难求 一腿难求 而且他一个店地理位置也不错 又是在北京城 真是不太好停车 我们停车了 湖大附近 距离玫瑰红餐厅大概有两到三公里之间 出算就是一个地铁站的距离 人生就是要多走冤枉路 听懂长生 那么今天我们就品尝一下玫瑰红烤羊排 味道到底怎么样 Let's go 大家看啊 这就是那个玫瑰红的胡同啊 特别深 这个玫瑰红大概在这条胡同正中间 说他你要从胡同口 其实只能说两分钟就到了 这胡同里还有挺多吃的的 而排队不止他们一家 那胡同门口那个也是烤羊腿啊 排队那个 而且这胡同把外面收起 不要开不出餐呢 听懂长生 到地儿了 玫瑰红烤羊排 整个人家 到四个多分钟了 还有几个啊 应该还有一个 给大家标一下听懂长生 我说啥呀 你就说你那套呗 药小走得快一个人走 药小走得远一群人走 听懂长生 我平常说 任何一句话话都可以加 吃葡萄 不吐葡萄皮 嗯 不吃葡萄 他倒吐葡萄皮 听懂长生 这啥你就旋扬 你就装 听懂长生 黑化为发灰 灰灰发 灰化为发灰 灰花黑 听懂长生 是到我们了吗 对 哎 好嘞好嘞 哇 冲冲到我们 哎 右手右侧 右侧 哎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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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没了 好嘞 这位就没事 后面点 哎呦 我的天呐 冲雨坐下了 好嘞 有空调 二块点啊 好 好 行 来两斤烤羊排 咱们羊排那是三斤 三斤 行 反正基本上先腰的 腰多少多少 行行 腰多少多少 没问题 那个非地牛肉串 来鸡串 四块肉串 四个得味茬 来四个鸡翠 少吗 嗯 少吗 先吃了 先吃了 好嘞 好嘞 行 先那么多 多 我再点 再娘 来 我再给你娘 好 对 谢谢 哎 拿点酒喝我给你 哦 不用 不用 我不喝酒 不喝酒 还有那个 这什么 七天 哦 不要 不要 这不要喝 好 别门娘 小 别门娘 谢谢 大哥想给你碰 对 就要举杯了 就准备 来了 来吧 整吧 太棒了 踩个鸡蛋了 试别一个八小时之后终于吃了 得味茬 熟悉吗 当村哪个 泥肠 当村泥肠 原来跟我在德国吃的不一样 看着黑胡椒 但不是说重的 泥肠挺牛逼的 有一个没吃到这个 这多少钱一个 七块 肉串和菲利牛肉串也是七块 菲利牛肉串 看 真是牛排那个肉 味儿那个口味有点甜 越要好脚越甜 对 腌子 肯定有腌子 但其实来这你真吃不出来是不是非力 来这吃的人也不在吗 不在 就当他吃的 比这么便宜 七块钱一串 尝尝这肉串 这肉串看不错 羊肉串 冬串上面也刷酱 还不是光是紫色辣椒 那他肉串时感觉就是 好鸡 然后块儿大 然后鸡肉串 然后这鸡翠 鸡翠也挺难过的 嗯 跟小鸡架子 这模式 这麦子还是焦的 这羊排 点一味儿 他给你配 酸瓜瓜和泰式甜辣椒 人家点完啊 大概都是三斤左右 得吃了 得吃了 肉骨汤 骨头烫 你知道吗 对啊 其中一根那条 得吃了 但这肉挺离骨的 你看我一丝 试试试看 尝尝啊 一脚六顺 一脚也还不好 尝尝啊 这桑瓜 这非常好吃 这桑瓜跟鸡肉拌 鸡肉鸡肉 还是鸡肉鸡肉 这么看 他就对 也不大 也挺细的 应该不是老 也没有一种 凉生炒饭的感 来 我操美的 咱们再弄得行啊 你还夹着串子 别吃香菜了 他吃不了 你还要夹着菜 拿起来 鸡蛋炸满片 带腰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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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了吧 咱撂撒饭 你先吃 吃了 谢谢 你为什么吃这么快 把一吃就下了 我拿到 鸡蛋炸满片 他痛 好烂 看这个鸡蛋炸满片 这是大树啊 好嘎嘎 好嘎嘎 我那是这鸡蛋炸满片 像是你自己家家那碗 哎 大树 我 你给我给我 我来家那里边就饿了 我特意的 那你这也占太多了 半块没得摸的 我那会饿了 家里没薯片 我自己就买点鸡精汁 鸡蛋炸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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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子不许吃太多 这么吃 手持着 蘸点水 抹匀 把鸡精罐拿着 发一炸 蘸多了吃多了 戒咋吗 为什么 打牙记 打牙记 戒咋吗 那份 真的 因为鸡精吃了 不是说容易傻吗 我也没敢吃过太多 这样反而都在你的意志里 鸡精吃其实也不傻 不是 逼遥了吗 小时候说傻 哎 你少吃啊 是吧 你不能随时吃 你得到家里没人能吃啊 那你家长回来发现激净少了怎么办 少不了我的梦 你给我吃多少 人都发现少了 你们没干过是不是 没有 咱这割搭汤嘛 别烫了 割搭汤里有啊 面割的 鸡蛋西红柿和香菜 我擦这割搭汤我都能说出花来 我是真牛逼 就是普通鸡蛋汤味 鸡蛋汤爱吃那种想喝的 还爱吃大 我就爱吃那种半生不熟的鸡蛋汤 真的假的 我就吃不了半生不熟的鸡蛋汤 吃半生不熟的鸡蛋 真的怪 其实我觉得香味精那点 应该是你说的 就做自然 对啊 我们也吃差不多了 最好一碗 别碗了 你说大碗 没事 吃完了 点评一下 就说一下他们家的烤羊排吧 烤羊排确实不错 您不虚传 他那个羊排一撕就下来了 吃起来特别的豪爽 他还送一盘松黄瓜 还送一盘泰石辣酱 自己发现的大肥也还不错 尤其是就是松黄吃 我觉得就是松黄吃最好吃的 我们这个烤羊排吃了三斤二两 一扇大概是12根 十一二根 198 就相当于一斤60块钱嘛 那单子来 一斤62 总体来说我觉得不错 所以给他打一个 4.3分 这家店呢 就是在这个 胡适呢 中间位置 这道基本没法错说 那对上基本上就卡住了 但是这个店呢 就特别适合你不开车吧 对吧 你吃羊排吃串 大声吹牛逼 然后喝啤酒 特别的接敌气 嗜酒气特别重 这回来啊 我们人间吃了106块2毛5 我觉得吃羊排 其实也不算太贵吧 这家店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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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条三条49号 1619店鞋对面 这还是酒店呢 反正是公厕鞋对面 就直接方便 行了 就是这么着 下约大家吃点别的 下 gia 下约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